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除了把家里搭起来之外 还可以去让周遭的人们生活得更好 我真的觉得要是有再更多一点人 像文正的爸爸当何这样 真的就是世界大同 天下太平 我们自己有能力帮助别人的时候 那我们当然很乐于去这么做 那如果说为了帮助别人造成自己的困扰 让自己家里面陷入了一些财务上的困难的话 那我觉得那都大可不必 各位好 欢迎来到大家的会客室 为您推荐的好戏永不放弃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 剧中的这一对父子 我们首先来欢迎这个李家的这一个二哥 他是景平的哥哥 我们欢迎高山峰 大家好 我是高山峰 继续来欢迎的是爸爸 其实又坐在一起看起来真的是两个年轻 然后又很有那个觉得像兄弟的感觉 我们欢迎王中皇 全球大家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王中皇 今天看到的这一段是 因为文正自己想要做生理 开工唱 结果呢 这个爸爸也要想尽办法 这个爸爸从来连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 都不曾去向别人开口 可是这一次他却为了你去开口 文正的心情是怎么样 因为家里有很多小孩子 然后呢 这个爸爸 我觉得身为爸爸如果为文正做这件事情 那以后却没有帮别的小孩做同样的付出 可能会被指责不公平 可是爸爸就是 就是还是很疼爱文静 对啊 所以就是拉下老脸去 而且是跟亲戚借钱 我觉得跟亲戚借钱 其实真的是要有很大的勇气去那个 心脏要很大科的 就连我小时候 我的那个爷爷奶的都说 这辈子有好几件事情不能做 但是最重要第一件就是不要替人做宝 对 那那个 剧中的爸爸就是爱帮人家做宝 李文正的父亲就是 他帮人家做宝 因为他觉得他是领长 他才是领长而已 他不是领长 他是领长 那他去为人做宝 他也是很热情 很勇于 勇于帮助别人的人 可是被倒了会 那倒了会就是外患 那内忧接下来立刻发生 是儿子想要创业 那也是苦无资金 看在儿子的心里头 其实就是很不甘 其实我小时候也是在乡下长大的 那我们同学很多父母都是种田 或是忙于农物这样子 那尤其是乡下的人 他真的很纯朴 很朴实 像我们说外地人来要问个路找不到路 你稍等 你带我走 我带你来 他们都是很热心的 那台湾 尤其台湾是乡下农村地方 以前讲真的是夜不必户的 而且大家都很热心 家家户户 晚上吃完晚饭 大家来 来 热心的家户 泡茶 开港 然后把七八八九点以后 还回来睡 是这样 那这个当和他这个爸爸 他是太好 人太好了 然后有邻居怎么样 有任何问题 他自己 稍等 你带多少 他自己本身也没钱 小孩那么多 他也去想办法 自己 苦了自己 然后去帮别人 把别人叫 你家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那小孩都会反 都会想说 那这个爸爸是不是脑袋坏了吗 自己家里都没 小孩子也太多了 那饭也 讲真的啦 那以前农村他种田的时候 我们说还要去买肥料 农药这些东西 要斤斤计较 那但是别的事情太热心了 就像刚刚山峰讲的 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林长而已嘛 你为什么把自己做成 做成好像市长 县长一样 你的事情都是我的事情 但是其实因为 乡村当中过去就是这样 才有我们说的人情味 林长宁 林长宁才是这样 但是我们这个人情的心态 从头到尾有没有曾经觉得 这个爸爸有需要调整自己行为的地方 其实没有耶 我那个时候在演文正 不管是我看剧本 然后揣摩心里 他在这个文正这个时候 看到爸爸这么热心助人 可是其实呢 就是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热于助人的资本的时候 我看不出来 我觉得反而是文正觉得呢 就是男人就是要这样 除了把家里搭起来之外 还可以去让就是周遭的 周遭的人们生活得更好 我真的觉得要是有再更多一点人 像那个文正的爸爸当何 真的就是世界大同 天下太平 所以他某些程度来讲 他其实是以爸爸为荣的 对不对 为荣 为荣 我们其实家里每一个小孩都以爸爸为荣 真的 对 因为爸爸就是 他不是那种 会讲东讲西的 他是身教重于言教 对 然后呢 他拿出实际的行动去帮助 需要他帮忙的人 来跟他求助的人 他几乎都没有拒绝 对 所以就是一个很 可是说真的 如果说就是有观众朋友觉得 有这样子的爸爸好幸福哦 那其实也有点危机在 也是呢 你可能会常常看不到爸爸 爸爸都在外面帮别人解决事情 对 但是自己家里的事情 他可能就自顾不暇 这个时候就很需要像 秀琳姐那样子的妈妈 会划出来这样子 连在田里种田的时候 人家来叫一声就去摆盖了 对不对 对 就是别人事情都是跑低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 以我们的这种 比较一般的看法来说 哎呦 怎么这么傻啊呢 就会稍微觉得说 怎么有人傻到这样吧 这样别人的事情先站头前 做家庭的事情摆得比较后面的 对 你们自己有遇到过这样子 这么憨直又热心的人吗 会怎么样看待他们这样子的人 以前也碰过 其实讲真的 我以前也做过类似的事情 真的 对 那十几年前有了吧 那朋友有困难 那谁说哎呀 怎么样怎么样 那时候我也有一段时间是空档期 然后因为我们一空档就要那个差很多啦 好 自己也不是很好啊 那朋友也所有困难 那说比方说我要借借两万 我给三万 我老婆说你是不是脑筋坏了 那其实讲真的我们说 我们自己有能力帮助别人的时候 那我们当然很乐于去这么做 那如果说为了帮助别人造成自己的困扰 让自己家里面陷入了一些财务上的困难的话 那我觉得那倒大可不必了 不过以现在这种公立社会来讲 类似这样子的人已经不多了 真的 现在的时代的脚步跟以前那种人情味是差很多的 真的不太一样 对 所以其实当我们在看戏的时候 也许整个思绪要拉回到更早期的农村社会的时候 也去体会一下当时候的人为什么是那样子的性格 为什么遇到这样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也许就可以去稍微想想一下 如果我们现在遇到这样子的事情要怎么去面对 感恩两位今天分享 感恩 感恩 感恩您收看今天大爱会客室 我们明天见 我如果有一句话 打动我的心态 用问题的 你就做这么久 这句话你到底这样做的事会贪得不贪 你如果哪有贪点不贪 要贪一贪回到老外来做事 是 我先把他拆一票 等到我这三个人都得贪一票 我就随便回来了 接着两千三千我就说 开始从哪里就是不见到一个月 一个星小 我第一个月有钱我就带老外来就是这样 我先把他拆一票